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一年的客运量已超过一千万人次 同时也是韩国南部一家非常重要的空中交通书楼 由释州到济州只需要一小时的机程 而在国内线上 还可以使用自助入住功能 而且这些国内线的机票价格 只要大家去到他們各自的網站 還會不時有優惠 連接釜山和濟州島的航班 每天來回超過二十次 每二十至三十分鐘 就有一班比乘搭巴士更密 濟州島是韓國最大的島嶼 行政區以上半部濟州市 和下半部西歸普市為重心 而濟州島除了由火山活動形成的山峰之外 其他地勢都比較平坦 而且人口密度並不高 不過也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到濟州市 著名的塔洞廣場 這裡附近有一條街專吃好西的 來到濟州市的塔洞 其實這裡有很多好東西吃的 至於來到濟州島 黑毛豬怎麼少呢? 這裡有一條黑毛豬的街道 這裡這間店 連島上的人都一定要來吃 黑毛豬一條街, 顧名思義 當然全部都是吃黑毛豬 而且這裡的餐廳有品質資格證 所以絕對不擔心吃到假黑豬 來到濟州島, 濟州島就等於黑毛豬 黑毛豬就等於濟州島 所以我們一定要嘗一嘗 今天這間店 就是連韓國濟州島的人 都一定會來吃的一間店 我選的這間餐廳 不少韓國博客都有推介之餘 連旅遊書、雜誌都有介紹 而且我知道 它也是其中一間 買黑豬送鮑魚的餐廳 真的很值得吃 我現在點了一個黑毛豬的套餐 有三款黑毛豬肉, 加四隻鮑魚 這個小的份量是兩至三個人吃 五萬瓦有膠液 我們現在煎一下 這裡有三款肉 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有五層的 就是黑毛豬的五花肉 而這一塊有這麼大塊 像一個豬扒的形狀 這個就是它頸部的肉 它叫木曬 木曬就是這一片的豬扒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平時吃 你一隻肉的地方 就是背部的地方 這個不是杜杜姐吃的 待會一定要嘗一嘗它 究竟是什麼材料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黑毛豬和普通的豬肉 是有分別的 它的樣子和部位 吃起來的口感都不一樣 黑毛豬的毛是黑色的 所以這裡為了證明自己的黑毛豬 他們很流行留一點皮的毛 不拔走它 告訴大家, 我真的用黑毛豬 我們現在中間的一塊 可以剪一剪開它 大家就會看到了 很淡 剪的一刻已經感覺到 跟平時的豬肉有分別 它的質感比較硬、挺身 而且咬下去很爽口 肉很實質, 聽到嗎? 剪下去就像薄的聲音 你看我剪得多漂亮, 沒得輸 我覺得好像有做 其實這個黑毛豬 因為它有很多油 所以用石板煎的過程 其實油分已經逼出來了 好, 現在差不多可以吃了 終於輪到試吃時間了 金黃色這個 你看, 我們拿一塊黑毛豬五花 然後再加一點 已經烤到熱熱的芽菜 少許辣椒醬就夠了 我們要吃黑毛豬的鮮味 這個黑毛豬肉很實質 比平時那種五花肉 一吃的時候兩口就沒有了 但是這個黑毛豬很有咬口 還有一個方法 一個秘密的醬汁 這個秘密的醬汁 這個醬汁, 其實它叫Milok 它其實是小銀魚的醬汁 鹹鹹香香, 很有魚的鮮味 裡面除了有打碎的銀魚之外 還有一些青陽辣椒 這個海鮮味的醬汁 所以大家記得來到就問別人 有沒有這個醬汁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很多蔬菜 為什麼我們要放芽菜 和泡菜在這個位置呢 因為板子是斜的 它的油很自然地放進去 這個位置一來可以充滿熱吃 泡菜和芽菜之外 它還可以幫你吸收油 然後大家有時候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 譬如像這些這樣 已經燒得差不多, 七七八八了 我可以把這塊肉放在這裡 放著它就沒那麼容易燒焦了 很漂亮 這個就是日出風 世界自然遺產之一的日出風 從十萬年前已經在這裡 日出風的直徑有600米 面積超過26萬平方米 是世界上非常罕有 還是完整的海帶火山優 不過它的海拔只有182米高 想征服它絕對不難 所以很多人來打卡 我現在用一個不用錢的方法上去進行 其實這裡還有一條小路可以上去 其實日出風的登山入場費 而且只需二千瓶, 大概港幣14元 不過像我一樣 在日出風山腳的入口旁邊 這條小路也可以走上平原位置 看風景 如果想拍日出風的全景 就一定要來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很快樂 這條小路可以看到 就找到一條小路可以走上去 看看空間的階段 很高空間的階段 我現在要看到這個階段 大海和高半水 我現在是有的一條範圍 這條小路可以看見 好像有一個小路可以看到 不見www 日出風四方白面也沒有高樓大廈 其實看日落還是日出都一樣可以 而且還非常漂亮 我只是在山腳 都已經覺得距離鹹蛋黃這麼近 難怪大家都排隊燈,頂曬太陽 其實這些中間的位置 才是最佳的景象打卡 人們全像螞蟻一樣 Z型地走上去 其實在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下面的海景 還有看到石製洲絲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風最特別是它的側面 因為其實你剛才在地上 你只能看到它一直斜角上去 但是它側面看就像男孩的一雙鞋 其實那個形狀就非常特別 因為對面又可以看到牛島 遠處海見 形狀好像一隻躺在海上的牛 這個長型的小島 就是濟州島最東面的牛島 我們來到位於濟州市旁邊的 潮天一、咸得利的海水浴場附近 當然要去近期氣爆的隱世餐廳打卡 來到鹹德海水浴場 其實除了這個水上活動玩之外 這裡一定要吃的一間 很出名的香味麵包店 就是這裡 這間漢堡包店的厲害之處 就是它們藉著全手工製作 和真材實料的漢堡 就可以在網上一吋十、十吋八 現在已經成為鹹德海水浴場附近 最有人氣的餐廳 其實這裡只是很少的菜單 只有三款, 我就選了其中兩款 這個麵包這麼白色的 就是這個蒜頭味 然後這個包面 這個麵包本身也是蒜頭味 裡面當然也有很多蒜片 就適合這些重口味人士 而另外這個綠色的 吃過科學掛人的麵包 裡面還有一個雞蛋 這個就是菠菜味的麵包 它也是的, 類類外外都有菠菜 趕快嘗嘗 掉了… 很多汁 不等我, 等我弄你一下嘴唇 我現在變得太污咬, 說不出話 裡面有很多菠菜 然後下面的番茄和洋蔥 混合菠菜汁 本身感覺很汁 而且這塊牛不得了 是100%安格斯牛 而且完全是牛肉 沒有其他加工成分 而且它故意鎖住肉汁 而且令它保持汁 它故意做到七成熟 所以你看到嗎? 肉是粉紅色的 而且它非常厚一個 而且它的麵包 跟平時吃到芝麻面的 很不一樣 它的麵包很軟, 很鬆 而且它很輕鬆 我知道它由麵包 雞蛋 牛肉 還有所有醬汁 全部都是100%自己做的 所以買一個麵包 要等15分鐘 事不宜遲 我們要吃這個重口味的 蒜頭味的餅飾 我們先準備一下我的心情 待會吃完一口 整口都是蒜頭 這道麵包 它會有很多 但是這個有另一個感覺 就是多一點黑椒味 但不會太膩 這樣可以 我已經吃得了 包子很大 試了這兩個麵包 之後 還有這個薯條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垃圾桶 其實它是一個薯條 這裡的薯條 薯條 也是自己親手做的 所以你看, 還有薯皮 吃下去很像薯條 吃薯條有薯條味 所以在這裡吃的東西 除了可樂 除了可樂 可樂就自己做不到了, 對不對 但是薯條和麵包 真的100%人手製 所以大家來到鹹海水浴場 不要只顧著玩 記得要吃這個麵包才行 其實來到韓國 不管哪一個地方 就算在遞收也好 很多地方 都要自己收藏東西 去櫃圾桶位置 所以大家吃完東西 就記得要有手味 鹹德極圓桌位置 還有這個一年四季都有玩的 水上活動中心 跟我來 雖然現在冬天又這麼大風 不過大家不要以為 濟州島 只有夏天才有水上活動玩 冬天一樣有 這個水上活動中心很多玩 除了有浮潛、滑浪、滑水等 基本的水上活動之外 也可以嘗試潛水艇觀光體驗 而且價錢不算貴 很適合一家大小 帶小朋友來體驗就最適合了 我們現在玩水水活動之前 一定要著足安全的措施 它還帶著小蝦流回來 當然是給誰吃呢? 是不是給我吃呢? 我吃也可以 很高級, 有船槽 這架就是我要坐的潛水艇 就像這款一半在水面 一半在水底的半浮潛觀光潛水艇 暫時只有這裡才有 船長, 快出發看雨吧 其實今天不是很好天 但是那些海水也是清清的 下面還看到有很多海藻 讓我飛蝦仔進去 飛蝦仔是有學問的 飛蝦仔要遠一點 然後它才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你有自理 怎會學到你按照 高度和這個日本人 很難掌て 壞了她嗎 台湾高度戶 好了,那我現在就要下去這個潛水梯 其實很小,這裡 這裡最多可以坐到四個人 我看到的照片 很黑,大家看到我嗎? 現在黑了一點,其實外面就看得到 水很綠色 而且其實也挺清楚 看到那些魚貓嗎? 牠的蝦貓,牠會一直倒下來 然後引魚 很多魚,很恐怖 我現在被很多魚包圍著,很害怕 嗨 真的,韓國怎麼這麼多這些花馬式的魚 就是花馬形狀的魚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 我經常都看見你 所以現在看不見了 家裡又是沒有魚 魚全都是魚 在我眼前那個視覺衝擊真是不得了 沒什麼魚 不,我會看到你在這裡 我看這裡多漂亮 和魚影拍照 合照 你去哪裡? 對, 肯定被我嚇壞了 玩完一大輪, 當然要去伊套 跟我來東門夜市場, 幫你吃個夠 東門傳統市場 自1945年開業至今 已經成為當地一大明星 而去年它還開了夜市場 傍晚六點開始營業 直到凌晨12點 有很多食物集齊濟州島的所有名物 我今天這個目的 就是要來這個夜市吃飽飽的 現在就走一個圈 看看究竟有甚麼好東西吃 夜市人氣很旺就不再說了 重點是二十多三十檔小吃 任君選擇, 真不知道怎麼選好 我就教你兩招了 滾檔最多人排隊的, 一定好吃 你最喜歡, 難道他來, 感覺不停 頭腎用那個抖角 準備上一個要按下去 因為我有放棕 我會看到我一直要含你 謝謝 людей 我也是 inch porter 他們很喜歡, 這裡這麼大份 我用了八千九百瓣 買了這麼大份的 帶子和黑毛豬的一個…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小吃 我現在馬上試試 炒得很香 很有小炒的感覺 很有大排檔小炒的感覺 很香, 我選得沒錯 黑毛豬雖然炒得這麼碎 但吃得很大壓, 還有咬口 是真是黑毛豬 很棒, 下一個… 濟洲道專程產甘菊類的水果 普通濟洲道的金菊 是非常有名的, 還有黃金果 我現在試試它的100%濟洲金菊汁 濟洲道的金菊非常有名 一連四季都可以吃 尤其是秋冬季 正正就是金菊的生產期 千萬不能錯過 謝謝 我有一杯金菊果真和黃金香的果汁 有什麼分別 這個就是西州金菊的 100%炸出來, 剛才看著它炸 很解渴, 很有金菊的味道 完全齊, 像一口吃了很多金菊 口感的感覺 這個就是黃金香 這個很甜的, 這是黃金香 這個黃金香更像橙汁 但沒有橙汁那麼酸 再甜一點, 還有很濃的橙味 裡面真的有很多果肉 完全是100%的鹽炸果汁 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去濟洲島 追齊全的子基樂園 一次過滿足你所有願望 我們現在停留的這個位置 就是他們拍攝音樂錄和拍戲的地方 準備好了嗎?準備好, 走吧 還會介紹濟洲島限定的Fusion 馬肉料理 嗯, 感覺好像平時吃牛扒一樣 肉醬很軟 這個很好吃 Hi,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 Like我的影片 開啟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我們已經在拍攝到旁邊 我們將在拍攝到旁邊 我們這條影片